为提升南回医疗资源 台东县卫生局于107年10月 新建大五箱卫生所 即南回县紧急医疗照护中心 预计于108年底完工 并于109年1月启用 紧急医疗照护中心 具有提供南回居民观光客 及时的紧急医疗处理功能 及针对居民需求的洗肾中心等 并提供进驻的医师团队 更完善的看诊环境 将完整提供民众不同性质的医疗需求 台东马街医院位于住宅区内 且近邻学区 但医院周围停车空间十分不足 常出现围停乱象 为解决此一问题 县长饶庆林15号上午 与建设处同仁 会同医院院长、当地里长 共同视察马街医院停车空间营造计划 饶县长表示 未来将在医院周围设立四区停车场 预计将在6月底完工 未来将可提供268个车位 有效输缓医院移位难求及乱停车的现象 为了营造台东成为英语友善环境 县长饶庆林17日上午前往温泉国小 访视英文教学情况 并公布将投入近千万元打造行动英语列车 并招聘跨领域专场的鞋干老师 以及开放国小非学科领域的 混龄教学等三大教育政策 希望能够让台东的孩子能够不怕英语 勇于向外籍人士交谈 并营造台东成为英语友善环境 从来所望的人士等来到了 政府及 整个连τι道 曾经学校有從事外的顷ania 不断口音曲 并没有使用